遊行集會可以和平進行 其實當市民是可以有個喘息機會的時間 我們都希望這些暴力人士 你都真的停一停 不要再作出一些非法的行為 在這裡我也是希望 我們市民是可以展現 給我們全香港的人或者全球去看 其實我們香港市民 是可以和平有序地進行一些大型的集會 我也都是很希望呼籲有關的主辦單位 當見到暴力的時間請他們拿出他們的勇氣 去譴責這些暴力 警方指有多方面準備應對事故發生 一旦集會遊行發生緊急或者暴力事件 有需要時會終止活動 如果萬一真的有一些暴力的事件發生 或者緊急的事故發生 我們可能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是有需要去暫停 甚至是終止一些集會或者遊行繼續進行 在這方面我也希望市民會諒解 也希望主辦單位會和警方作出一個合適的配合 去確保整個集會和整個遊行 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警方指會開放沿路西行行車涉 和部分電車路給遊行人士 周日早上10時起 維園附近會有風路 到下午銅鑼灣市中區 將分階段風路或翼改道 NOW TV記者李國豪報導 民陣星期日發起港島遊行 是四個多月以來第一次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民陣說會和警方協商 保障市民參與合法和平集會 施進宇報導 追究警暴 追究警暴 捍衛人權 民陣星期日的遊行下午3時起步 由維園遊行至遮打到行人專用區 示威人士亦可以在波斯庫街中途加入 民陣說會和警方協商派出200名狗賊 保障市民參與合法和平集會 我們民陣可以做的就是盡量減少市民和警隊之間的直接連繫 希望可以透過民陣的狗賊和警方作出協調 去減少警民之間的衝突 根據過往的經驗 6月9日、6月16日 我們的示威中終然是上百萬人 甚至乎是200萬人 但是只要沒有警察的話 都是可以很暢順有罪地出現的 對於警務署署長鄧炳強 呼籲民陣如果見到暴力發生 要有勇氣譴責暴力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就認為 勇武前線會有分寸 警方應該克制 前線的勇武示威朋友 在過去這麼多個月的裡面 其實我看到大部分他們都是充滿著智慧 他們很知道究竟何時要做些甚麼 說回去8月18日 民陣有一次的流水式集會 有很多人都不會覺得那一次是民陣呼籲和平 所以當日那一日的社會是和平 當日並不是這樣發生 而是整個香港的社會 尤其是勇武的朋友 他覺得是需要給民意彰顯一次 即是他們希望和平 然後民陣才能搞成一個遊行 民陣又說希望趁著國際人權日遊行 向國際社會表達香港市民 對抗警暴爭取民主的決心 NOW TV記者施進宇報道 警方表示要求前線同事 在最多眼的地方展示行動呼號 但是有同事反映 有關的卡片在行動期間掉了出來 認為要給時間警員適應 你有沒有做過警察 你怎知道加一件裝備中的困難 去到哪裡呢 但是我可以保證 我們警隊進行每一樣工作 或者引入每一樣東西 其實都是全心全意去做這件事 大家看得到行動呼號 是為了行動效率之外 亦都是為了投訴機制提供一樣的方式 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市民對各紀律部隊的滿意度 警務署的評分最低 亦都是1997年以來最低 研究所在11月底訪問大約1000名市民 對紀律部隊的滿意度調查 排名第一位是消防署 和第二位是醫療輔助隊 評分分別是80.5以及80.2分 而在9個紀律部隊以及駐港解放軍當中 除了醫療輔助隊之外 全部評分都下跌 當中警務署以及駐港解放軍 評分更加創至1997年的新低 警務署評分是35.3分 和反修例運動前民調比較 大跌25.7分 是所有紀律部隊中最低 有4成市民比0分 滿意率正值大跌60個 劃分點 因為警隊有一個專業的精神 但是很多時候在現在來說 好像有一些專業的精神 是遺失了但是又不能夠矯正 似乎也沒有一個制度去令它矯正 因為我們常常說的警務署長 或者是保安局局長 甚至到特首 似乎都管不到這些警隊 是專業上的實行 稅務局公布最新一輪紓困措施中 分期繳稅的申請安排 有中小企業界說 申請手續繁複 需要額外行政成本處理 有稅務專家說 措施對市民作用不大 政府日前公布第四輪紓困措施 納稅人可以申請分期交稅 豁免徵收付加費 稅務局公布申請詳情 申請人需要填寫申請表 並且提交繳稅的建議書 銀行月結單或者存折副本 以及收入的支出詳情 以顯示最近三個月的財政狀況 還要申請 申請之後還要批 還要給supporting 那麼麻煩不如給它算吧 免息分期嘛 不過其實如果信用卡 可以做免息分期 那我又可以賺積分 其實都好像用信用卡加會好些 做生意的想分期交稅 就要提交最近三個月的管理帳目 即包括選益表和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轉狀況以及預測表等等 同時要列出具體的分期繳稅建議 證明財政出現困難 未能夠依時交稅 有中小企就說 對一些原本利潤高 大下半年流動資金緊絕的中型企業 分期交稅可能有些幫助 但中小企隨時要分分鐘貼錢做文件 中小企一般來說 他不會每個月都去做平衡檢查 去做P&L出來去看著他們 所以由於你要申請要延期的話 你要提供這三個月的資料的話 有機會他自己做不到 他要求會計師幫他做這三個月的 in-house的帳戶 你做了之後才可以給政府 這個可能會計師收回他的費用 稅務學會前會長黃蕊強就說 分期交稅的申請程序 未有相應簡化 是因為要防止濫用 審核這些申請的時候 都要確保這個規定是沒有人濫用的 即是沒有納稅的人 即是說他明明是沒有經濟困難的 州處沒有困難 他只不過就把那些資金 用在第二個用途 而是不交稅 或者遲些交稅 有這樣的濫用情況 我想稅務局都會看清楚 所有資料他才會核准 稅務局去年一共批出四千多宗申請 會因應個別申請的經濟狀況 批出不同的還款期安排 一般不會超過六個月 臨近年尾不少打工仔 還未收到稅單 黃蕊強說 如果市民預知自己有財政困難 應該及早準備訂文件和遞交申請 稅局一般會在兩個星期內回覆審批結果 NOW TV記者張綫音報導 立法會財委會通過 217億紓困措施的部款申請 政府早前推出多項紓困措施 包括代繳公屋租金一個月 提供二千元電費補貼 以及向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生 提供2500元津貼等 涉及217億 部款申請在49票贊成之下 獲大比數通過 唯一一票反對來自鄭松泰 其間歐諾軒提出臨時動議 要求電費補貼、涵蓋劏房戶 在建制派反對之下被否決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說 由於東鐵線近日受到破壞 令沙中線紅磡至今中段 延至2022年第一季才開通 他又說若鐵路系統沒有被破壞 沙中線項目的進度就不會受到影響 李童欣報道 半年的反修例風波 港鐵亦都成為示威者攻擊的目標之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 出席立法會鐵路事宜 小組的委員會會議時後表示 因為東鐵線不斷被破壞 而令沙中線紅磡至今中段要延遲開通 東鐵線的設施多次受到破壞 而需要進行緊急檢查和維修 導致原本預留在晚間非服務時間進行的工程 被迫取消 由於東鐵線新信號系統 是沙中線南北走廊工程下的關鍵工程 和關鍵工序 港鐵公司估計 紅磡至今中段 需要延至2022年第一季才能開通 有議員對再次要延遲表示失望 聽到沙中線 一個原因 兩個原因 三個原因 四個原因 五個原因 到現在連實際是何時通車 分階段通車都是做不到 局長我認為雖然有這麼多事發生 有發現估計 有各樣各樣其他事 但政府是需要負上最大責任 我想問主席 是不是如果林鄭沒有推送中條例 過去半年沒有社會運動 我們就可以如期通路車 如果我們的鐵路系統不受破壞 我們的日常運作就不受影響 我們的項目的進度 也不會受我們這次所回報的程度的影響 局長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 如果不是有這場運動的出現 而這場運動衍生出來的一系列事情 就不會出現現在他口中的某種言誤 那你有否嘗試跟特區政府說 叫他不要做那麼多傻事 如果是一個很假設性的詮冊 如果如果 那我們也無謂去說究竟會怎樣 港鐵說截至11月底 在股船復收和更換車站設施 花費近5億元 又說東鐵線的大學站 受到嚴重的破壞 形容接近要重建整個車站 正是全力搶收 希望今個月底 可以局部重開大學站 那我TV記者李童韻伯鐸 城市大學校內發現懷疑爆炸品 下午有警員和消防等進入校園引爆 在城大近南山村入口 警方炸彈處理組道場 引爆懷疑爆炸品 現場傳出巨響 消防車和救護車在場戒備 相關人員檢查引爆現場之後 將現場解封 現場留下一堆白色的物質 由城大的校工清理 城大緊急事故應變小組說 大學日前發現懷疑爆炸性法學穩 基於安全考慮 即時通知執法部門都長處理 待會回來看其他消息 我會遇神殺神,遇亂發生分 是否真的沒有人 要派你這種廢物來做我的對手 用力,好好控制一下他 不要像瓦碧巴層一樣 就是這樣 你和我站在這裡,你不要走 德國寶,程軒,《魔界狂人》 今晚8時半,ViuTV 所謂正義是要用錢買的 你想我替你得到正義的就要錢 冰上迪士尼之內壩,一起追夢 讓一眾迪士尼明星 為你獻上魔幻的冰上會演 和無限驚喜 一起投入追尋夢想之旅 2月19至23號,香港會展見 6.0免費索取試用狀 誰人要有氣息嗎 打個口呼呼收 誰人要有氣息用下一首呼呼收 想吃甚麼都觸手 適合所有遺口 做晚餐都有呼呼送到夠 想吃甚麼都觸手 喊所有遺口 想吃好東西?馬上下載胡胡宋 想吃就用胡胡宋 究竟有雞還是有蛋 有熱碟幾 還是有瘡狂幾 有黑洞還是黑頭 導演,我先走還是站 你先站在那邊 有陰還是藥 夠媽媽還是夠老婆 對不起,我不懂得有水 PBS Easy Cash 買東西加拿錢也可以一起 我們先看看 超過2500間相鋪都用得這麼棒 那去哪一間呢 回來新聞時間 中美貿易談判再度轉趨樂觀 中方釋出善意 豁免部分美國大豆 以及豬肉進口關稅 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月中對華新關稅可能有變 遠次聰報道 中美貿易談判再度轉趨樂觀 財政部公布 將豁免部分美國大豆 以及豬肉的進口關稅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 正在根據企業的申請 開展對部分美國進口大豆 豬肉等等商品排除工作 不加徵反制關稅等等的措施 企業可以自主商談 自行進口 自負盈規 不過公布未有披露 豁免進口關稅數量 在較早前 美國總統特朗普連續第二天說 和中國的貿易初商進展良好 今個月15日 對總值1560億美元的 中國貨加徵關稅計劃可能有變 美國財長無露音 出席國會聽證會之後 向記者說 中美副部級貿易談判代表 美國時間星期三晚通電話 目前雙方正積極為達成貿易協議努力 形容中美貿易談判在軌道上 說美國方面 沒有具體達成貿易協議的最後期限 但是就說談判正取得進展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中美就農產品採救金額仍然存在分歧 特朗普政府希望北京公開 中國的美國農產品採救計劃 而不是根據市場情況購買 又說特朗普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不願意啟動取消已加徵的對華關稅 他們要視乎中國願意購買多少美國農產品 和購買承諾是否堅定執行 才願意取消已加徵的關稅 《華爾街日報》記者遠志聰報道 包括涵仔碼頭、澳門機場、蓮花口岸等 一共有11個站 而其他路線仍然規劃當中 印度警方開槍擊敗 涉嫌奸殺女獸醫的四名疑犯 指他們試圖搶槍和逃走 有民眾讚揚警方的行動 為女死者伸張正義 但亦有人質疑警方是濫殺 周海警報道 監察案疑犯被擊斃的消息傳出後 大批民眾到現場慶祝 並讚揚警方的行動 有人向警員撒花返 亦有警員被抬起 接受民眾致敬 凱德拉巴警方聲稱 竟然星期五清晨 厄解四名涉及上個月底 監察一名27歲女獸醫的疑犯 到現場重組案情時 疑犯試圖搶警員的配槍並逃走 期間雙方交火 最終四名疑犯全數被擊斃 另外有兩名警員受傷 受害女子的母親表示 正義已經獲新章 但女兒已經去世 現時心情是悲喜交集 不少民眾支持警方的做法 指疑犯是罪有應得 更加有政客形容事件 會對犯罪分子起警察作用 但亦有人質疑警方濫殺 指沒有經司法程序彰顯的公義 不會令女性更加安全 案件在上個月27日發生 當局指疑犯將女死者的 電單車車胎放棄 之後借此提供協助 將死者帶到一處地方強姦 之後殺死對方並焚燒屍體 再棄屍天橋底 案件震驚全國 多個地方都有人示威 要求判處疑犯死刑 案件亦再次凸顯 印度女性遭受性暴力問題嚴重 雖然當局在2012年 新德里一名女大學生 遭輪姦致死後修例 設立特別法庭 加快審理同類案件 並且加強懲罰 但印度政府數字顯示 2017年全國仍然有 33,600多宗強姦報告 即是平均每天有92宗 NOW TV記者周海敬報道 新聞報道完了 稍後有新聞智庫 為に 歌手是殿堂級 板底是演唱會級 歌曲是冠軍級 Chill Club 星期日晚9時半,ViuTV 怎麼這麼假?我怎麼會見人 已經幾十年了,我還以為你滿意 黑得像戴假髮一樣,怎麼滿意 試試我一隻吧,雖然很多 Cerlonti Pro? 我不受刺激 無味,沒有阿Mone不會氣壞你 真的潤滑了很多 日本第一無味染品牌 染出真實髮色 很多女士都喜歡用的 真髮色,無味染 只有Salon Depot 煩惱是避無可避 未考驗的帳單一樣不能避 用PPS一次過披掉所有帳單 煩惱沒有了,心情好迷 PPS,請按照標準 現在PPS已經有超過900的商戶 任你披掉,爽快 彭拜口感,成就脆辣野味 KFC時片脆辣雞 他給我一個認可的智力 有藝專文憑,我可以繼續升學 我找到喜歡的工作 在工作上發揮所長 讀完藝進文憑 可以得到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五科第二級成績的資歷 包括中英文 還是資歷架構第三級別課程 可以上yj.edu.hk 看清楚課程資料 藝進文憑,現在接受報名了 Xperia.com代表大家的全民造星II 今晚10時半 中英文憑 法國總統馬克龍要改革退休金制度 觸發大規模罷工 超過80萬人上街抗議 並且再一次演變成激烈衝突 全球正面對人口結構不斷老化的嚴峻考驗 各國政府正急謀對策 避免退休制度全面崩潰 根據聯合國,2019年的全球人口中 每十一個人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 到了2050年,就升至每六個人中 有一個是65歲以上 聯合國亦預計 80歲或以上的人口 將會由2019年的1億4千多萬 增加到2050年的接近4億3千萬 這個趨勢衍生出諸當問題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置身事外 日本人出名長壽 世界銀行的數字顯示 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 較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高 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4.2歲 冠絕全球 日本現行的退休金制度 包括國民連金、口生連金和共濟連金 20歲以上、60歲以下的國民 都要加入國民連金 連金的三分之二來自國民自己 餘下由國父補貼 私營企業就職者 也需要加入口生連金 勞資各負擔一半供款 至於共濟連金 就是公務員加入的 換言之 職場人士退休之後 有兩份連金 但這個制度 在上世紀60年代制定時 是以國民長壽年齡平均 在75歲設計的 已經無法應付現時所需 所以長者為求三餐溫飽 蓄意犯罪後 自首被判監的事時有發生 有報導指 人口老化 加上長達30年的經濟迷失 預計國民連金在2050年會用光 評估全球退休保障計劃的 墨爾本美世全球退休金指數 在10月公佈的排名中 達到A級最佳的是荷蘭和丹麥 香港和法國屬於私家 日本的排名更低 和南韓以及中國同屬D級 代表退休制度有重大缺失 專家建議日本提高 新領國家退休金的年齡 首相安倍晉三正有此意 他拋出終身不退休的救賞 計劃將退休年齡推遲至70歲 並鼓勵民眾吞後10年至75歲 才領取退休金 屆時每月發放的金額 將會增加8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提出 為了應對高齡化社會 持續增加的社會保障經費 日本有必要將 剛剛在10月提高至10%的消費稅 分階段調升至20% 有人說日本人口老化 加上出生率下降 75歲仍然要求職 可能會成為日本的常態 你們好 你明明知道他喜歡你,又扮不知 很過分 你到底找到工作了嗎 麻煩你快點去找工作 明明是為了家人的生活上班 但你連小小跟家人相處的時間都沒有 這樣不是說不通嗎 找到他了 想吃甚麼 你們差不多都是時候 認真地考慮三百個小朋友 我再跟你說一次 不要用你的價值觀去評價人 鄰居家的月亮比較遠 今晚8時,ViuTV 林議員,舊樓只會越來越舊 既然怎樣也有既定問題 當然清拆再重建最好 張議員,有甚麼不環保 明明這麼大樓還可以很正常使用 翻身修復 所需要的費用和資源都可以大大減低 不是更好嗎 明明還可以用 便宜躲起來,立即可以循環再用 你為環保想想可以嗎 為公司想想可以嗎 但工人和性能 已經追不上現實社會的需要 要好影響工作效率和生活水平 別吵了 你們只想換電腦 找白川科技就行了 你想省錢又是環保 好 你又想電腦快 白川科技,一次過滿足你 兩個願望 那單買可以嗎 因為我們只想換私人電腦 單買或批量購買也沒問題 室內空氣中飄浮的PM2.5 會影響胎兒及小朋友的健康 要守護他們 一定要由空氣質素開始 PPP經過多間機構測試 是有權威認證的空氣淨化機 帶有強勁的潔淨空氣輸出率 CADR 功能卓越、潔淨空氣 媽媽的順心之選 每天忙著上班,沒時間看著小朋友 有否想過幫你小朋友 找一個24小時的貼身保母 他可以提小朋友去補習 當室佬?不用怕 他可以很聰明地告訴你 他們在哪裡 不用想了,有他就可以 我愛你關外保智能授錶 SOS一鍵呼舊 聯想24小時服務中心 同步會即時通知你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功能 貼心照顧子女每天 讓你安心又放心 找幫手,找Helby 還等?馬上找我們下廣告吧 很煽胃… 快到了聖誕和新年的假期 許多市民開始在網上 能購買機票和救하면 而這些過程 也需要提供自己的個人資料 提醒大家 如果這些個人資料 被不法之徒拿走了 這些資料可以用這些 extracted陷 甚至直接拿來手把錢拿走了 而這些個人資料